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评论一下 叶是江 花赤色 盛兴 只是草豆蔻 根如杜如及高粱江 长生驴淋下 田野边阴湿处 世界各地均有分布 这里就是一片的竹林下 它就长在这里 大家看这个就是它的根茎 虽然它没有加的生姜那么大 但闻起来也有加生姜那种香味 在农村常常不被重视 可它的价值与用途可不小 那山姜到底有什么价值与用途呢 山姜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其叶大舍绿 世纪长绿 成型的植株从蓬松近可达80厘米 其花 果实均鲜红 果气长达四到五个月 十分的艳丽 又是一种很好的观花 观果植物 可落地种枝也可以盆栽 山姜我们还可以和你的彩蛙它的根茎 晒干备用或者是炫用 可以用它来煮水泡脚 对风湿有帮助 民间常有这么一句话 住人难 住女人更难 每一女人总有那么几天比较难受 有的还不是很正常 那么就可以挖点这个山姜煮水喝 对液晶不调有帮助 当然山姜的价值与用途还有很多 我已经给大家整理的评论区了 大家看完视频可以一部评论区去参考 也可以把你的经验写在评论区 让更多的人来学习 关注评论 点赞 长按点赞 由我相伴 预理应用请尊当地的专业人士指导应用 我是龙敏营养师 你要养生 大家可以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